我清血八月片赞助播出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乐言 清血八月片专制血液粘稠 预防心梗挠梗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来自新乡的张先生求助说 他网购了几只宠物狗 托运部门在半路上临时加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看去 金毛 贝特拉布拉多 法式旗 这是白波美 黄波美 马犬 这个是德木 大科 柴犬 那个是科技和那个 贿太迪 这个视频是来自新乡的求助人张先生提供的 他说自己这几天网购了一批宠物狗 前期交易一切正常 但是在后期运输环节时 却出现了问题 是一只宠物狗 从安徽伯州 发往荷兰省 新乡市远洋县新博大 但是那个托运馆给我发到新乡 新乡市火车站 然后要求就是说如果中到原压县 要加运费 提货的话 需要一个笼子也需要加40块钱 买这个狗的时候这个运费交过没有 这个狗商家已经全部运费全部给过了 根据张先生和卖家签署的协议 由宠物狗的卖家支付全部的托运费用 并且卖家表示已经支付过运费了 为什么托运部门要再次收取运费呢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新乡当地的 宠物托运部门了解情况 那个不是额外收的费 是到这个狗到原压服务区了 他不去接 他自己不接 从屋车来是卸到新乡了 那这个钱是连梅这边是连梅是跑腿的 对不对 连梅这如果你要出钱 你就出 你要不出 你给卖家托运部协议 叫托运部对方出 之前送到原压的时候 你是不是没有去接 还是不在 还是咋说 张先生表示 负责宠物托运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跟自己协商好托运时间 因此额外产生的运费 不应该由他来承担 由此而耽误的时间 也让他很是担心 我担心现在天气很冷 那都是幼犬 第一是会冬感冒 第二 面对张先生的担心 记者也随后做出了协调 新乡当地的负责宠物托运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愿意解决问题 这个中间跑出这个费用 也脱一步出来 也不用再出钱了 给他沟通过了 送过去了 这次我让他尽快去接一下 好吧 对 就是不需要你再出这个费用了 但是这一次 你必须是赶过去 及时去接收你 行 我现在要往那边打 行 谢谢啊 谢谢啊 其实啊 有的时候多说一句话 多打一个电话 及时多沟通 就会避免误会的产生 好 咱们继续来看节目 郑州仪景院小区的业主求助说 他们买的准线房 现在迟迟交不了房 大家特别着急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在这个仪景院 于凤楼这点这个小区卖的房子 然后他出来是2022年3月 那个12月31号交放了 到现在他又 直接也没通知 直接调了个通知 说5月份 那个明年5月份才交放 他这个房子还没有建好吗 建好了 里边啥都弄好了 我都带着房子 带着那装修工往里边去 两个两回放了 那直接顾问带着我 你要说有点疫情 你延期延期一两三个月 一两个月 要延期到5月份 来自郑州市津水区 仪景院小区的业主们求助 他们当初买的是准线房 现在却突然通知 还要延期5个月 这让他们无法理解 就是说什么各种原因 然后说到明年5月份左右 才交房 然后我们就很不能理解 一个是他说他这里边 工程所有工程都完成了 那为什么会以下的延期 半年左右 而且也没有给到我们 业主一个准确的时间 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 万一他要是再延期 我们这边就彻底没说法了 我们现在要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带着业主们的疑问 记者来到了 郑州市仪景院售楼处 向负责销售的开发商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历头的工程基本上已经忘工了 但是需要政府眼熟 按9月份已经开始租职眼熟了 4月11号左右 郑州市都开始出现疫情 包括首楼谱 包括安公司 基本上一半任 这次都一样了 就算疫情影响 年后也能立马验收 为什么要拖到5月份 按照公司知识 余计到4、5月份吧 但是安徽尽最大的努力 提借 不会到哪个时候 面对开发商工作人员的解释 部分业主表示可以理解 但还是希望开发商 能够给出一个具体的 交房时间节点 定义说整成了情况下 他也都需要两个月 到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演出完毕 整体下来大概两三个月 差不多 再然后过年的时间 我估计过年的时间 可能会耽误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时间 估计三月低 如果说政府能够 准时地就跟我们棒 单子一批一批走下去 你只要能验收完 我们就能交房 我们希望他们能定点 一个销售或者一个负责人 跟我们这些业主 定期的汇报进展到哪一步了 这样我们有知情权 有监督权 我们才能保证 我们什么时候房子难交往 大家需要实时了解 这个进度是吧 对 没问题 实时在区里给大家 回去汇报这个事情 为了加快推动该小区的 交房验收工作 记者随后也向郑州市 政务服务中心 反映了此事 这个是该加快进度 还是加快进度吧 大家有的都是在外边 租房子住的 这个确实是 希望能加快进程吧 这个验收交房 加快进度 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帮您落实了 现在是已经转出 待会转在落实当中了 谢谢您可以回去关注一下 好的 好的 交房预阻 应该是多方面的原因 开发商应该及时 跟业主沟通 主动协调相关事宜 公开验收进度 相信业主们 一定会理解的 最后祝大家 早日搬到新房 好 咱们接着来看节目 来自郑州二七区 侯寨乡的李先生 求助说 燃气费都交了一年多了 现在还没有通气呢 这到底问题出在哪了呢 我们看看去 郑州市二七区 侯寨乡三里社区的居民 告诉记者 为了安装天然气 自己交了 三千五百元的安装费 可是过去了一年多 只安装了一部分管道 目前居民们 只能使用煤气罐 据了解 郑州市二七区 侯寨乡三里社区 所有交了天然气 安装费的居民 都没有通商器 既然一年前 就交了天然气的安装费用 眼看着天然气管道 也铺设进了家中 那么为何居民 还迟迟用不上天然气呢 随后 为了了解施工进展 记者也拨通了 郑州华润燃气工程部 负责人的电话 进行核实 郑州华润燃气 这位工作人员解释称 三里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 缺少气源 为了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郑州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 已经联系第三方公司 来解决气源问题 用他们的气 这个事 其实工程师干完了都很久了 就是这个等于 两方一起谈这个气源的时候 就是时间用的比较久一点 这个家中间有几次疫情 耽误了时间比较长 接下来这个工程是怎么安排的 怎么计划 现在工程就全部都干完了 就在三里村南边那个路上 我们再碰个光 把管道接上就行了 那这个工期大概什么时间 能够结束 什么时候能给咱那个居民 通上染气呢 这个时间不太好说 我们买它的气 它要加一个计量设备 它这个设备是从哪发呀 那我不太清楚 因为第三方是它们来采买 所以时间不好定 那如果设备到期之后 这个工期大概是几天 就能够完整 设备到了就很快 设备到了估计一星期之内 就可以把事工干完 那货很少 一共还剩个机密管子吧 一个是把管子连上 另外把那设备夹上就行了 我们一直也在催 我们就后边安排转转盯着吧 今天越快越好嘛 这个我们也比较急 一个人都拖在这边 都到底什么 打个电话 通通开上 进化 要了解一下就 我们都先放心吧 既然已经找到了迟迟 没有通气的原因 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提上日程 多少个工作日能够办完 给老百姓说个清楚 大家都盼着早日通上燃气呢 好 咱们接着往下说 来自濮阳的李先生求助说 年迈的父亲病情比较严重 想转院到郑州 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走 我们帮帮他去 李先生的父亲将近70岁了 在当地的医院检查后 发现新冠病毒已经感染到了肺部 所以李先生想将父亲转院 到郑州的医院来看病 可是不知道郑州的医院 接收不接收 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 下手去门诊楼挂号 然后挂增加号 有床位了再转过来 没有床位的话 来要出不上医院 好的 那需要报备吗 需要核酸不 不需要 就是阳性都可以正常过来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们刚才也已经咨询过了 来看病不需要报备 不需要核酸 也不需要什么手续 其实啊 从12月14日开始 郑州的各大医院 已经根据国务院 联防联控指挥部 和河南省疫情防控 电视电话会议的精神要求 陆续发布了相关的通知 应收尽收 需住院治疗的患者 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李先生 我怕现在去能挂上吗 要是 就是也不需要什么手续 因为现在是阳性病人 也可以正常就诊 我刚已经问过了 他们说是先让一个家属去挂号 然后有床位了 然后再建议你们过来就诊 哦 行 那我不行 就开车过去算了 李先生在得知相关的流程之后呢 第一时间带领父亲 来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那么他们现在顺利就诊了吗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李先生 我们正在住院部 现在在做CT 哦 你们是已经挂上后 已经过来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东区 好 谢谢啊 哦 没事没事 老爷子成功转院 我们也就放心了 希望李先生的父亲啊 能够早日康复 说起这看病买药 近期很多药店 成了市民朋友们 经常光顾的地点 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个别药店却在这期间 做了一些不合适的小动作 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山楂也是可以刷的吗 哦 这个山楂都不能刷的 还有就是刚才他说 蛋白粉上的也是可以的 蛋白粉这份刷不了一包 刷不了是吗 对 那刚才为什么就是工作人员 是给我们成功用这个医保卡结算了呢 近期呢 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 这个医保卡不仅能买药品 还能买保健品 甚至有时候还能买到这个生活用品 那么情况究竟是如何呢 接下来呢 我们也随机去选择一家药店 一起去看看情况 那么刚才呢 我们就在这个月人大药房 郑州市中原区九龙城21分店呢 购买了这个山楂以及这个红枣 但是呢 我们可以明确发现 他给我们的这个小票上写的呢 却是西瓜霜问候片 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 我们现在再次去店里 问一下工作人员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这边的红枣 包括这个蛋白粉 以及这些花茶呀什么的 能不能刷医保卡 嗯 刷不了啊 刷不了是吗 对 那刚才为什么就是工作人员 是给我们成功用这个医保卡结算了呢 就是包括 这个红枣 这个红枣可以刷一包 这一包 这个大伞在外能刷一包 嗯 这个可以刷一包 红枣也可以吗 对 红枣可以 红枣也可以 红枣可以刷 为什么这上面改成的是西瓜霜含片呢 就是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票据上是这样写的 啊 他那个那个医保系统里边 我没有 没有添加那个大枣 然后 我不是想着给你省事就给你弄了一下 2018年11月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第四条第二款 将盗刷医疗保障身份凭证 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 或购买营养保健品 化妆品 生活用品 等非医疗物品 列为涉及定点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 这个山楂也是可以刷的吗 这个可以刷吗 哦 这个山楂是不能刷的 不能刷的 这个大枣 刚才也是用这个医保卡 这个东西不能刷一包 你必须得给它呢 不能刷的监狱不能刷 它这个是它做的 做的不到位 它因为它港 因为它港赖的 没有多少次演 它这个业务方面不熟练 针对这个情况 那个解决该证 以后就解决 不允许将这种现象存在 不允许再犯这种错误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 这边呢 我们明确摆放的有此柜 不予刷医保卡 工作人员表示呢 刚才只是工作失误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合规呢 接下来呢 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到 中州市医疗保障服务热线 它这个如果它卖的那个 就是不属于是医保范围的药品 然后它给您结算了的话 是属于违规的 接下来你们会过来查处吗 今天我会把这个您说的事情 记录上报 反映会给相关的那个部门 然后他们会进行处理和解决的 这社保卡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 使用过程的重要一环 社保卡里的钱更是市民遇上疾病的救命钱 药店为了招揽生意 搞起了副业 售卖生活用品 公然透支市民社保卡里的救命钱 希望相关监管部门能够严厉打击这类行为 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对于此事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那么说完了药店 咱们来说一说居家消杀的小窍门 很多朋友都已经熬过了最痛苦的那几天 核酸检测结果有氧转阴了 那么这杨康之后 家里如何进行全面消杀 我们来看记者待会的报道 画面中的这一幕 发生在郑州市津水区的刘先生家中 两位身穿防护服的家政保洁人员 正在对他们家进行全屋消杀 而正在居家的他 为何要做如此大规模的消杀呢 我是一个杨康的患者 家庭刚刚经历过一场这个疾病 家里特别需要这个对环境进行一些消杀 可能担心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病毒啊 这些病源在里面 那其实像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呀 不在少数 尤其是第一批感染新冠的视频朋友们 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那杨康之后呢 对于家庭啊 一般也都会进行消杀 随之而来呢 我们的家政行业也就推出了 像这样的上门消杀的服务 那这些上门消杀到底靠不靠谱 他们的流程是怎样呢 今天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业 已经完成了 现在正在拿着电动喷雾器 对刘先生的家中啊进行消杀 那我看到您对于冰箱 空调洗衣机这些 刚才也是进行了一个消杀 这个是为什么呢 所以要更加的仔细一些 因为我看到对于冰箱的话 咱们是拿了一个抹布 对它进行一点一点的清洗是吧 对对对对 看他们一开始网里面加了 有一种什么剂胺炎的药水 我听师傅说 对这个环境啊影响非常小 你看像家里面 经常孩子老人经常接触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消毒液啊 对老人孩子吸了对身体不好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我看这个机器 这个功率啊 就是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劲儿挺大的 那几乎每个地方都基本上喷洒到了 像我们这个家居环境啊 比较复杂的情况 但是他们呢 用那个大机器轰轰轰轰两三下 就可能把这些死角全部都给覆盖完了 这一点我感觉非常满意 经过两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啊 刘先生家的房子呢 也是消杀完毕了 相较于我们自己自行进行消杀呢 确实可能会更加的省时省力 家人康复之后 家里做一次全方位的消杀 确实挺有必要的 那么到底该如何选择 专业的团队进行消杀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上期节目当中啊 我们也跟随着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 一起去上门消杀了解了 他们啊 上门消杀是一个怎样的流程 与此同时呢 记者也在各大平台上了解到 不少商家都推出了上门 进行消杀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他们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下来我们就随机连线一下 通过刚才的电话连线呢 我们了解到其实不少家政行业的这个商家呀 都推出了上门消杀保洁的这样一个服务 而且呢 根据时长不同 根据房间大小的不同 价格呢也在100到300元不等 与此同时呢 记者了解到不同的家政公司呀 他们对于上门消杀保洁的这个流程也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的生命朋友们在洋康之后 会选择这样的上门服务吗 没有没有 我就做一下油那个艾桥 艾桥的话在屋里面然后点 点了之后然后做一下托风 就是那些油啊 噴一噴洗一洗擦一擦 没有没有 没有是吗 不会选择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都没考虑过这方面 因为家人生命都不是一起生了 因为有闲因后嘛 经过走访了我们发现 其实不少的生命朋友们啊 在康护之后都会选择 对家庭内进行一个消杀 而针对于上门进行消杀的 这些家政公司的选择呢 看似简单 但实际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比如说这些公司的消杀是否安全到位 这些人员又是否可靠 我们在平时应该如何选择呢 接下来我们就向河南省清洗保洁协会的 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 就是社会上现在确实还有一些是 游击队 所谓的游击队 我们在大概 咱们在街上可能都能看到 骑个自行车 骑个电动车 这个那个游击队的 它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往往是比较大胆 脑子稍微比较灵活的 这些人 我本人在成立清洗保洁行员协会 就上过这样的当 那目前这种现象 仍旧是存在的 但在这里呢 也有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 如果我不想去找消杀公司 想自行进行消杀的话 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冠病毒在屋表的存在 它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可以适度的用一些那些拔刺啊 屋里边保持通风 清洗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就是说用一些寒露的消毒水 你包裹最主要就是 拔刺消毒液可以用一点 马桶呀 啥呀 或者在那个 在咱们那个 这个头发上 可以是吧 冲洗一点地面啊 好的 在这里啊 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上线了 锁定资金流动 享受税收优惠 长期积累 助力安心养老 郑州地区现在办理啊 还有机会领取50元的利减金 详情咨询 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守护制联盟 我是主持人乐言 咱们继续来看节目 有俩顾客啊 在商场里买东西 迎面走了